接下來的表演者呢 我們來歡迎一個很不一樣的 喜劇新浪潮 這位表演者啊 不見得是大家最喜歡的表演者 但確實我們現在 喜劇圈圈的演員最喜歡的表演者 我超愛他的 那我歡迎品克大叔 來 謝謝各位囉 跟大家解釋一下 什麼是新浪潮笑話 各位有看樂狗最新的MV嗎 他們都不是Reyter 我新浪潮笑話就是 裡面的歌詞 只有最飢餓的人才能吃下奶吃的東西 新浪潮就是後面那句 奶吃的東西 各位進入正題啦 跟緊啦 新浪潮笑話 呵呵 我知道到我這個年紀大叔啊 我很多人都推薦我買保險保單 各位應該也開始有了吧 有些同學會去當保險主業人員對不對 我跟你講我千筆萬筆 我終於找到一個保單很適合你們 也非常適合我的年紀 一定要買 又便宜又有保這樣 對就是保險套 哈哈哈哈 到我這個年紀呢 其實我還會遇到一些外面的女孩子 我一看他就說 他滿臉就是說 貧窮 需要一個sugar baby 包養五萬十萬都買對不對 嘿 我跟你講我只要看到這一種 我說 包一個月五千好不好 對方生氣遠 我真的很驚訝 他說 你幫我當怎樣的人 有什麼無恥 有什麼無恥 無恥 無恥嗎 你以為你是誰啊 我是 你會出來喝酒玩樂對不對 啊玩得很晚回去呢 我女朋友隔天都會問一件事 好玩嗎 昨天好玩嗎 我說 當然好玩啊 都沒有跟我在一起好玩的 給我就對了 我就有一次回答他 不好玩 不好玩 他說 不好玩浪費那些時間出去幹嘛 女人很難相處 是不是 同時呢 我跟他 常常我們這個浪漫 要訂一些比較昂貴的餐廳 有一次我就訂了 我在東區不錯 我說 欸 寶貝我們就明天去吃這個餐廳 他說 拜託 那間餐廳多爛啊 我幾百年沒去 我說 那你幾歲啊 有人有廢道 我還不錯 我們繼續 因為 我女朋友非常喜歡逛淘寶 我買了一大堆衣服 我說 你也買太多了吧 他就說 你多賺點錢就好啦 不少我說 寶貝 買再多都沒關係 你要賺 你買的都擺在衣櫥不用 這樣像話嗎 他說 嗯 那你也老二剁掉喔 反正擺著也都沒得用 各位各位打疫苗吧 我最近打了一個疫苗 特別有趣 我女朋友要求我 一定要去打 他說 那個寶貝 你去打 我都幫你預約好了 子宮頸癌症疫苗 他說這個可以防菜花 你們科普一下有的 我又說我又不會得菜花 我又不會亂搞 對不對 他問我一句 他說 你還有在更新你品科大叔的Youtube嗎 這個透口秀頻道嗎 我說有啊當然啊 他說 有人要看嗎 哈哈哈哈哈哈 前陣子 因為我們不能出國 就是逛夜市 我這個蠻喜歡士林夜市的 有一天逛很久 要挑吃的 哎呀 可是逛的腿很痠 他那個廟口有個大腸麵線老闆 叫的蠻認真的 哎 好吃的麵線啊 好吃的麵線 這裡還有座位喔 我聽到座位 我二話不說 拉著我女朋友 就趕快坐下來啦 就點麵線吃 就我們女朋友 一吃一口 媽的 就大腸又臭又硬 好難吃喔 你怎麼不挑一個有大排長龍的店呢 是不是 我怎麼要隨便挑一家店呢 我說 你不問了你要說啊 只有最飢餓的人 才能吃難吃的東西 就拋貝兩次了 哈哈哈哈 趕快這邊生壽啦 阿民也好救 阿民也好救 趁機時間 先讓一道宣傳一下 輕浪嘲笑的話呢 會在今年再付出 我是不紅火烤大賽的第二名 不紅界第二名就是 等於紅界的 賀龍啦 你們就是說 那不紅的賀龍 就是品格大叔 謝謝賀龍 謝謝賀龍